乌鸦反哺孝轻 不知何年何月起 乌鸦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不祥之物 谁见了都讨厌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真倒霉 一大早就听到乌鸦的叫声 怎么 你很讨厌乌鸦吗 是啊 乌鸦是不祥之物 谁不讨厌它们呢 那只是人们的偏见而已 其实乌鸦为人类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而且它还很孝顺呢 乌鸦反哺你总听说过吧 接下来的这个关于乌鸦的故事 发生在江南的一个小山村里 在村子里有一棵大树 树上生活着一只乌鸦妈妈 和她的两个孩子 我的小宝贝 多吃点 多吃点你们就长大了 在乌鸦妈妈的精心喂养下 这两只小乌鸦慢慢的长大了 已经能够跟随母亲一起出去寻找食物了 孩子们 你们已经长大了 今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东西吃 好吗 好啊 好啊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找东西吃 妈妈每天跟我们找食物实在太辛苦了 是啊 我也要学着找东西吃 我学会后就找东西给妈妈吃 嗯 我的孩子真乖 一个初夏的傍晚 乌鸦妈妈和她的孩子正在巢里休息 丝毫没有察觉到一条蛇 悄悄地朝他们靠近 乌鸦 嘿嘿 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 可不能让他们发现 否则到嘴的肉可就飞走了 就在那条蛇准备偷袭小乌鸦时 乌鸦妈妈一下子惊醒了 然而蛇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乌鸦妈妈抓准机会像一道闪电一样 叼住蛇的尾巴往上一提飞了起来 它极力飞高 想把蛇从高空丢下来摔伤它 唉 可恶的乌鸦 快把我放下来 你这只可恶的乌鸦 你是想摔伤我 妈妈 妈妈 妈妈叼着蛇 这是要去哪里啊 它会不会危险啊 不知道 我们赶快飞过去看看吧 或许能帮到妈妈呢 对 我们应该过去帮妈妈 可恶的乌鸦 快将我放下来 不然我脱困之后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可以了 已经现在这么高了 在这里将这条蛇丢下去 它肯定会被摔伤的 哼 我看你还敢不敢吃我的孩子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蛇凶猛地昂起头 狠狠地咬了乌鸦妈妈一口 啊 乌鸦妈妈惨叫一声 和蛇一起坠落下来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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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们快去救妈妈 两只小乌鸦声音凄楚悲凉的 并且心急如焚地在寻找它们受伤的妈妈 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啊 妈妈你说话你在哪里啊 孩子 孩子 我在这里 妈妈在那里 妈妈在那堆草丛里 我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我们快去帮它 两只小乌鸦在草丛中 看见了自己的妈妈 它伤势很重 已经没有办法飞起来了 妈妈 妈妈 你伤得严不严重呢 妈妈 你觉得怎么样了 孩子 别难过 我没事的 乌鸦妈妈用尖会摸摸孩子们的羽毛 轻轻叫着 好像在安慰他们 没事的 孩子 不要哭了 我不是没事的 妈妈 现在天色越来越黑了 我们要赶快回去 留在这里是很危险的 是啊 要是被野猫发现了 那就糟糕了 你们说得对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 要赶快回家的 妈妈 你的伤太重了 是啊 妈妈 你不能飞了 就由我们背你回去吧 你们背我回去 这可行吗 怎么不行呢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是啊 妈妈 我们都长大了 就由我们背你回去吧 嗯 于是 一只小乌鸦 蹲伏下来 让乌鸦妈妈爬上背 拍动翅膀 腾空飞起 乌鸦妈妈则极力 扇动翅膀 以减轻小乌鸦的负担 并使自己身体保持平衡 尽管小乌鸦 长得十分健壮 但是要拖着妈妈飞行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它使尽浑身力气 拼命扇动翅膀 却还是飞不高 飞不稳 它只飞了四五十米 就累得支持不住 只好降落下来 孩子 这样太累了 还是放下我 让我自己飞回去吧 妈妈 你的伤这么重 哪能还飞得起来啊 是啊 妈妈 哥哥累了还有我呢 我们俩轮流将你背回家 好的 孩子 哥哥你累了就休息一下子 让我来背着妈妈飞 就这样 两只小乌鸦 飞一阵 停一阵 终于把乌鸦妈妈 背回了潮里 妈妈 妈妈 你看 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 乌鸦妈妈的伤势很重 伤口化浓溃烂 散发出难闻的臭味 那肮脏的浓水 把潮里的软草都泡湿了 现在潮中的草都湿掉了 我们给妈妈换一些干净的草 这样它才会感觉舒服一些 对 我们还应该给妈妈 多带回一些食物来 让它多吃点 这样才能更快地康复 于是这两只小乌鸦 把潮内的脏草咸走 又找回干净的软草 把潮弄得更干净了 然后两只小乌鸦分钩 一只守着老乌鸦 一只去为老乌鸦寻食 在喂到老乌鸦嘴里 在两只小乌鸦的细心照料下 乌鸦妈妈伤势渐渐地好了起来 几个月后 它已经完全康复了 一家人又能相亲相爱地 一起在天空中飞翔 妈妈 你真厉害 尸体这么快就恢复 是啊 妈妈 我们都有些追不上你了呢 这得谢谢你们了 我的孩子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天的细心照顾 恐怕我早就死掉了